我们高兴地看到北京冬奥会开赛以来 赛事的组织等各项工作得到了国际奥委会官员 参赛代表团和运动员的高度肯定和赞赏 那么今天我也注意到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北京冬奥会赛事可以说已经非常成功 运动员展现出了非常高的竞技水平 是奥林匹克精神的充分展示 他还表示运动员们非常开心 对场馆和奥运村以及相关的服务都感到非常的满意 奥运会部执行主任杜比也表示 开赛以来无论是从赛事组织细节安排 还是对运动员的协助支持来看 各个环节都十分成功 美国英国等冬奥会代表团的负责人表示 冬奥会非常精彩 各项场馆设施和赛事服务令人赞叹 运动员十分满意 享受在这里的比赛 多国运动员也纷纷开启了点赞模式 并对防疫措施表示理解和遵守 面对依然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 北京冬奥会如期开幕并成功举行 振奋人心 本节冬奥会也是 奥林匹克格言加入更团结之后 举办的首届冬奥会 各国建而齐聚五环齐下 相互切磋超越自我 精彩呈现 让更快更高 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格言 更加意义生辉 中方将继续与各方携手努力 为确保北京冬奥会完美收官 北京冬奥会顺利开幕 促进奥林匹克事业发展和人类团结进步 做出新的贡献 冬奥会